第1671章 第六幅图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魂天剑上 池无瑶与千叶影 立于一片玄阵铺成的暗影之下 似谋相对 下方 焚月王城的核心玄阵正在快速重铸 但其核心已不再是焚月之力 而是魔女之力和魔女之魂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重铸 以防来自阎魔的意外 池无瑶很果断地动用了那块 从骤天神帝手中得来的蛮荒神髓 毕竟 再好的东西 若是真而不用 也是废物 你想与本后说什么 池无瑶看着千叶影 似笑非笑 她隐隐察觉到 千叶影似乎哪里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为什么当时没有阻止她 千叶影问道 声音冷硬 阻止 池无瑶浅浅一笑 你觉得 本后阻止的了吗 你为什么会认为阻止不了 千叶影盯着池无瑶 眸光似玉穿破层层黑雾 直达她的魂底 看清她最真实的灵魂 云彻离开黑暗玄洲 回返焚月界时 当时心魂极度混乱的千叶影 没有察觉 但池无瑶却是知道的清清楚楚 她没有阻止 甚至装作不知 而之后没过太久 黑暗玄洲便与急速而至的魂天剑会合 显然 早在那之前 池无瑶以传音结魂界 出动了魂天剑 本后说过 因为本后了解她 丝毫没有必让千叶影的眸光 池无瑶缓缓而语 啊 千叶影低笑一声 在我面前 没有人有资格说这句话 不 我有 池无瑶的回答 紧随而至 毫无迟疑 千叶影深深皱眉 盯视着池无瑶的眸光 愈加的凝实 更何况 本后其实一点也不想阻止 相反 我反而 一直在期望她如此 你 期望她如此 千叶影深深皱眉 她难道和你说过 她的这张底牌 云彻曾和她说过 自己有一张 可以杀死任何人的底牌 并决定在最后时刻 赐给龙皇 只是 她并未和她提及 这张底牌 究竟是什么 她更全然没有想到 她居然可以强行驾驭 本该只属于 新神界的新神原理 当然没有 底牌这种东西 怎么可能告诉她人呢 池无瑶 悠悠淡淡地道 我所说的期望 是期望她可以为了你 为了你和她那个 未能现实的孩子 而悲伤 愤怒 冲动 千叶影 因为那样 至少说明 她的心并没有真正地死去 也可能就此 不会再继续地死下去 千叶影 目光轻微地颤了颤 盯视着池无瑶的眸光 再一次地变了 池无瑶 似乎没有察觉到 她眼神的变化 继续道 在她回返焚月界之前 本后 就已经下令 出动了魂天剑 为的就是 她冲动回返后 无论出现了多坏的情况 都自有本后兜着 只是没想到 她却给了本后 如此之大的一个惊喜 浩大焚月界 近百万年的历史动荡 都未能撼其半分 却因她唾手而得 池无瑶笑了起来 笑得妖媚万千 单此一点 这个男人 以圣神界历史所有 当时男儿无数 又有谁看圣他 一指一发 她看着千叶尹儿 眉角娇然弯翘 一怒真神仙 一怒王界富 而让她冲冠一怒者 云千颖 这在我一个女子看来 怕是要比 梵帝神女这个称号 还让人艳羡哦 为我 哼 千叶尹儿冷哼一声 不自觉地一开目光 她对自己的女儿 一直心怀极深的愧疚 这次的事 触动得一是 她的这种愧疚 所以才会爆发 与我又有何干 哦 是吗 池无瑶也磨咪了咪 然后笑盈盈地道 今次到焚月 本是为了病除隐患 防止她忽然插手 研磨之事 没想到 却得到如此的收获 本后到现在 都颇有一种 还在做梦的感觉 若是此事之后 她消磨了死质 就更好不过了 千叶尹儿 筋谋微动 炼焰迷离 将来会再有的 将 来 看着千叶尹儿 唇角那不自禁的浅浅弧线 池无瑶一开目光 悠悠道 焚月这边的事 必然多得很 本后还要一一处置 你要说的话 已经说完了吗 不 千叶尹儿回眸 目光在一瞬间变得冷寒 接下来的话 你千万要听清 记清 哦 池无瑶脸颊侧过 似乎颇有性质 千叶尹儿缓缓一步 来到了池无瑶身前 目光与她堪堪半尺之隔 当初在黄天界 你我出狱之时 我曾说过 我们的目标不同 但敌人却是完全相同的 你的目标 是冲破北狱牢笼 与其他三狱真正鼎立 甚至将黑暗凌驾于他们之上 而我们 则是复仇 是将鲜血洒在每一片 我们怨恨的土地上 如此 杀一样的敌人 你助我们复仇 我们助你为王 那现在呢 池无瑶问 她的眸光朦胧若雾 却看不到探究的欲望 似乎 她已是知晓 千叶尹儿要说什么 现在 千叶尹儿冷淡一笑 不但要复仇 踏平三神域后 我还要 他 为 王 沉重的三个字 透着他 曾为范蒂神女时的狠觉 不容置疑 哦 石无瑶轻轻眨了眨眼睛 却没有丝毫的讶异或怒意 反而似乎很轻地笑了一笑 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最终的利益分配 就会出现冲突 而且还是相当大的冲突 你这么早 这么直白地说出来 就不怕我们之间的合作 出现裂痕吗 她问道 哼 以你的心机 早晚会察觉得出来 那时 裂痕只会更大 还不如先把话说在前面 千叶影筋谋眯起 而且 尤其是经过了今日之后 你觉得 这个世上 还有人比她更适合为王吗 哎呀 真是让人找不到第二个答案的坏问题 石无瑶微笑淡淡 面对千叶影而饱含锋芒的逼势 她却是忽悠向前一步 轻张的嘴唇 几乎碰出到了千叶影朱玉般的唇绊之上 入魂魅音一响起在她的耳边 本后只想知道 若她为王 谁为后呢 千叶影皱眉退步 冷冷道 你 很好 得到了满意的回答 石无瑶娇媚一笑 转身一步 等等 千叶影却是再次出声 将她喊住 语气低沉 石无瑶 究竟是谁 唇瓣轻轻地抿了抿 石无瑶没有转身 缓缓说道 你越是察觉到自己言行 心理变化的原因 便越会明白我不会害她 我想 这才是你和我坦言 以及愿以我为后的原因 如此 还不够吗 千叶影正了一正 金眉却是更深的沉下 你 到底 是 谁 如果你一定想要得到答案的话 石无瑶微微而笑 一个比你更了解她 也说不定 比你更深爱她的人 千叶影 只是 你比我 要幸运得多 这句话 平静 幽眠 又隐隐带着些许淡淡的落寞与欺伤 石无瑶离开 千叶影站在原地 静默了很久很久 此日 此刻 世人不会知晓 神界的命运 在两个女子的交谈间 悄然注定 焚月神帝殒灭 魂天剑降临焚月王城 魔元之气被夺 所有十月者 皆降于结魂界 惊天动地的消息 如阵阵暴风 席卷着整个北神域 引发了天翻地覆般的震动 而云彻身负 截天魔地之力 一剑斩杀焚月神帝 将在结魂封地的各类消息 亦随之疯狂传播 如此骇人的消息 如此庞大的风暴 北神域历史上从未有过 这笔之万年前 敬天神帝陨落 要震撼 何止千万倍 毫无疑问 阎魔剑那边 也定义得到了消息 但 却未有任何的反应 结魂界 结魂圣玉 这是从焚月界归来的第三天 云彻身上伤口禁欲 但却依旧没有醒来 千叶影 一开始有些焦躁不安起来 那日 云彻身上爆发出不该存世 真正意义上的逆天之力 难道 这种力量所带来的负面 也远超想象吗 坐到云彻身侧 千叶影伸手 点在他颈尖 这是今日第六十次 他去试探他的内伤和气息 他的旋气刚要涌动 就在这时 云彻的身上 忽然闪耀了一瞬金芒 千叶影猛一皱眉 随之 他的目光一下子定格在了云彻的天灵之上 那里 随着金芒的闪耀 一个纯金色的塔影 缓慢浮现 徐徐旋转 一层淡淡的金影 也随着小塔的旋转 而缓慢附下 逐渐印满了云彻的全身 复 千叶影一声轻念 随之忽然想到了什么 金芒中 绽放出了异常炼焰的光芒 这种金芒 他曾在另一个人身上见过 天狼西梭 第六重大道浮屠诀 荒神留下的记忆中 人类所能达到的极致境界 一个据说 可以让人类的躯体 逐渐接近 无限接近神的境界 天狼西苏的强大 一个重要原因 便他所修的大道浮屠诀 让他的躯体 甚至可以承受当年的千叶影 都无法抵挡的防御玄阵 天狼西苏 是以九级神主的修为 艰难修成大道浮屠诀 第六重 而云彻 七级神军的他 竟已达到了 天狼西苏九级神主 方才成就的第六浮屠 大道浮屠诀 第六重之上 据说 那士凡灵永远不可能触及 只属于神的领域 本章完 第1672章 裂痕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玄道的静静 会改变旋力气息 而大道浮屠觉得 每一次静静 都会改变生命气息 当年在骤天风神台 云彻在经历九重雷劫后 踏入大道浮屠第五静 之后 无论再怎么感悟 都毫无静静 而这一次 真神之力的现实 意味他无形中 劈开了又一扇浮屠之门 加之他的龙神血脉 和龙神之水 他如今的躯体强度 已然超过了 当年的天狼稀素 再加上所成的光明旋力 身体自愈和旋气恢复的速度 更是达到了一个 任何人都无法比拟 亦无法理解的领域 而真神之力的闪现 所带来的 绝不仅仅如此 当界限被打破 他意在无意间 无形间 触碰到了更深的虚无 小车 快醒醒 该起床了 嗯 天还这么早 让我再睡会吗 今天是你和司徒小姐 成婚的大日子 时辰快到了 赶紧起来 小车 这是我刚刚熬好的粥 你身体弱 上午的时间又那么长 要全部喝掉 好好好 啊 也不用这么急了 还有一些时间呢 呼 喝完了 以后 不知道还能不能经常吃到小姑妈做的饭 西西 是你把城主家的千金取进门 又不是你嫁过去 只要你想 我还是像以前一样 每天都做给你吃 倒是小车 成家之后 离我的时间 肯定会越来越少 怎么会 我昨天刚刚和小姑妈保证过 和司徒轩成婚后 不能有了老婆 就忘了小姑妈 不能减少和小姑妈在一起的时间 对于小姑妈的召唤 要和以前一样 随叫随到 西西 算你还乖 原吧 你居然会起这么早 嘿嘿 今天可是你成婚之日 我当然要来帮忙 那个 其实 是有一个好消息 我老爹前日邀请了一位 在新月悬府当导师的好友 本来是想通过他 把我带入新月悬府 没想到 那位导师前辈却说 以我的资质 完全可以直接入苍锋悬府 哦 太好了 这简直是我们整个 刘云城的大喜事 嘿嘿嘿 我都激动得 两天没睡好了 等我入了苍锋悬府 变得越来越厉害后 我看谁还敢欺负你 这件事 现在还是个秘密 老爹说要暂时保留 以免横生之劫 现在只有你知道 哦对了 说起来 这两年 我听到很多不好的传闻 都说司徒城主一定会取消婚约 将司徒轩改许配给你们 萧门门主之子萧玉龙 听到那些传言 我很生气 也不敢和你说 不过到了现在 这些流言已经不攻自破 空穴来风必有其因 不过没关系 我早都习惯了 我这样一个废人 能有你这样一个朋友 还能娶到城主家的千金 已是上天的恩赐了 彻尔 你和城主女儿的姻缘 也是就此结下的 司徒城主当时感激婴儿的旧女之恩 当场与婴儿几位兄弟 并当众人之面 宣布自己的女儿 将来只会嫁与萧茵之子 以此生报天恩 因那次施旧 婴儿玄气大好 元气重损 却在这期间 忽然遭遇歹人 遭气毒手 意识明明苏醒 但不知为何 就是无法醒来 反而 一个又一个的声音 在他意识中混乱响动 这些声音明明很熟悉 却又带着诡异的陌生感 明明就想当在脑海 却又似乎遥远地 永远不可能触及 模糊的意识告诉他 这些熟悉而陌生 临近又遥远的声音 他不是第一次听到 而是曾经在梦中想起过 那些无比荒谬的梦 梦里的下园霸 有着和他相近的个头 偏瘦的身板 英挺的外貌 以及无比惊人的玄道天赋 梦中他要娶的人 不是夏清月 而是流云成主之女司徒轩 就连萧茵当年所救的女婴 亦是司徒轩 梦中 夏园霸很羡慕 他身边有一个 让他永不孤单的小姑妈 因为他没有兄弟姐妹 为什么这些荒谬的梦境 会再次 还是同时出现 云车的意识开始挣扎 竭力地想要醒来 忽然 意识的海洋 毫无预兆地 坠入了一片剧烈扭曲的苍白 扭曲的苍白中 想荡着一片片破碎的声音 你 我 真的要如此吗 你 我 可知 经历了多么漫长的岁月 多少次的轮回 才终于有了完整的你 若将这一切 将原理都给了他 你 将在无法真正于这个世上 他 终究只是一个凡人 好 如你 我 所愿 毕竟 你 我的意志 就是我 你的意志 他孱弱的躯体 无法承载我 你的力量 我 你 亦无法赋予 能给予的 唯有以虚无法则所住的 圣躯 可容纳天地间的一切力量 如此 还不够吗 不 命运 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干涉的东西 即使是我 你 亦不能 好 如果你 我 坚持如此 命运的篡改 即使只有那么一点点 也会涉及整个世界的因果变动 后果 更是任何人 纵然是你 我 都无从预料和控制 最后的原理 或许足够完成一次因果修正 只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或许几年 或许几十年 这段时间 我 会暂停这个世界的时间轮 除了 即将将他送往 让他与原理 完成融合的那个世界 啊 云彻猛地睁开眼睛 翻身做起 那先前于脑海里混乱响动的破碎声音 在意识中快速地模糊 远去 他宁心想要留住 记住这些声音 但他们却越来越远 越来越淡 最后 竟完全消失于他的记忆之中 一个字都无法想起 总算是醒了 云彻抬头 他的前方 千叶影远远地斜矣在墙边 双手抱胸 冷眸看着他 晃了晃头 云彻马上感觉到了身体的巨大变化 生命气息的流转 血液的流动 呼吸的方式 对天地的感知 一切的一切都变了 他意识前下 那沉寂许久的浮屠塔 赫然已变成了纯金之色 大道浮屠诀 又一次突然静静 而且他清楚地感觉到 这一次静静所带来的变化之大 远远胜过先前的任何一次 莫利当年 曾告诉过他 十二重大道浮屠诀 以凡灵之躯 修至第六重 便已是极限 再往上 是永远不可能 触及的神之领域 他抬起手臂 默然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以他如今又一次蜕变的躯体 开启炎黄再不需要承受必定带来损伤的附和 而且应该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待他将来成就神主 常态维持炎黄 绝非不可能 碰 一声沉闷的气爆声 云彻身上心患的外衣崩裂大半 他皱了皱眉 忽然抬头 看着千叶眼儿道 开启结界 不许任何人靠近 抱在胸前的手臂稍稍一紧 千叶眼儿冷哼道 有两个魔女就在外面 你还是收敛些好 我要突破了 为我护法 雨落 云彻手臂快速拢回 开始宁心 引导周身混乱流转 临近突破边缘的旋气 千叶眼儿很重地愣了一下 随之迅速起身 手臂一挥 结结住起 同时一传音持无咬 隔绝任何人的靠近 乃至任何声音 云彻每一次的小境界突破 都和寻常选者大不相同 神军境的突破 本是一种漫长 安静的大幅量变 与小幅质变 而云彻神军境的小境界突破 旋气的流转 却如怒海惊涛 几乎达到了一种 能轻易摧毁正常悬脉的程度 前几次神军境的突破 都是在太古旋洲之中完成 这一次 身处结魂圣域 反而要更安心许多 结界之中 千叶眼儿默然看着云彻的突破 暴乱的气流卷动着她的长发和裙带 唯有她的眼眸 始终没有任何的犹疑 连她都开始感觉到 自己的确已经变了 变成了一种曾经的她 绝不会相信和接受 更是她最不屑 最鄙夷的样子 而她很清楚 默默催动这种变化 或者说 让她逐步看清和接受这一切的 不是她自己 而是迟无咬 迟无咬先前所言 每一个字都透着诡异的话语 这几天无数次地回想在她脑海之中 小半个时辰后 随着最后一道沉闷的气暴声 云彻身上风暴呼止 她的眼眸睁开 一抹比以往更加优碎的神盲 从她瞳孔中射出 神君近八级的气息 从她的身上无声易动 结合大道浮屠觉的静静 虽止一个小境界的跨越 她的综合实力提升之大 绝非常人所能想象 绝灭四星神缘历来 开启两膝神境 本以为必成严重后果 没想过 却是因之得福 连破壁垒 只是 她睁开的眼眸之中 没有丝毫的激动或喜悦 毕竟 这对她而言 只是复仇之路上再次迈出 也注定 必须迈出的一步而已 完成了 千叶影腰身轻转 金发后撩 这些无意识的动作 以前从未在云彻面前有过 没让你半惨 更没要了命 反而助你突破 哼 你的命 还真是大得很 千叶影冷冷说完 五指张开 便要解除结界 云彻却呼一伸手 指住她的动作 问道 焚越界如何了 千叶影道 除了被你杀死的焚道君 和焚道藏 其他十月者 焚越神识已全部臣服 焚越王城 也已经落入魔女的控制之中 全部 云彻的眉头猛的一沉 尺无咬的手段 你又不是没有见识过 千叶影看她一眼 那些十月者 本就被你吓得魂飞魄散 她的魔音又结魂祸心 寥寥几句话 每一个字 又都重击要害 完全是借你之事 兵不血刃地控住了焚越 不过 这样不是很好吗 无比顺利的一大步 云彻沉默下去 脸色极不好看 怎么 觉得池无咬这女人太过于可怕 千叶影道 云彻无言 一时默认 她的脑中 快速回放着 从踏入焚越界后发生的每一件事 每一个画面 甚至每一句话 眉头逐渐越收越紧 她若不足够聪明 又怎配与我们合作 千叶影道 何况 她的心机手段再高超 也必须极大的依仗于我们 至少目前 彼此只有共同的目标 而没有任何利益上冲突的时候 你不需要过多地担忧什么 云彻在皱眉中抬眸 看着千叶影的眼睛缓缓说道 你在替她说话 千叶影插那一正 随之目线些微地复杂 似乎的确如此 你该不会 认为连我也被她祸心结魂了吧 云彻再次沉默 许久 她的手臂伸出 随着五指的张开 一抹纯净庆兴到极致 在结界中溢开 只一瞬间 整个世界 似乎都因她而发生了奇异的质变 蛮荒世界弹 当初在太出神境 融合蛮荒神髓 和太出神果 和灵共融练出了两枚蛮荒世界弹 一枚由千叶影练化 让她在半年之内 修为突飞猛镜 成就八级神主 而另一枚 则是云彻准备在自己 修成神主镜后服用 却在这时 将她过早地拿出 而且 将她交向了千叶影 扶下她 蛮荒世界弹 当时认知最高层面的玄丹 神帝都不敢奢求的神迹之物 但 面对这第二颗蛮荒世界弹 千叶影却是精眉促起 声音也低冷了几分 什么意思 愧疚 补偿 怜悯 不 云彻缓缓说道 这次的事 让我有了一种危机感 池无药的确极为 依仗我的黑暗涌结 就实力而言 我们与它相差的依旧太多 而只有你的力量 是真正 完完全全属于我的 本章完 第1673章 猜忌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千叶影眼眸样动许久 中世身手 将云彻手中的蛮荒世界弹 也可能是当时乃至后世的最后一颗蛮荒世界弹结果 当初 在和云彻前来结婚界的途中 他问及云彻底牌的事 并非没有原因 毕竟 他们要面对的 是北神域最可怕的女人 以及他背后的整个王界势力 而云彻那时的笃定 如今已有了答案 但 当这张底牌失去 随之而生的 毫无疑问是巨大的不安全感 毕竟 抛开因合作而粘合在一起的结婚界 云彻和千叶影所 真正拥有的 也始终都只有彼此而已 而云彻无比清楚地知道 自己是一个不可控的人 而以持无咬的性情和行为方式 真到了某个阶段 他不可能容许任何人凌驾于自己之上 甚至 不会希望存在他不能把控的人 这些 之前不在他短期的考虑之中 但底牌失去 他已不能再完全无视 好 千叶影缓缓点头 御守将蛮荒世界弹缓握紧 若是这一次能让我回到曾经的境界 便再好不过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次倒是不担心我胜过你太多 然后拖出你的掌控 我说了 你的力量全是我的 云彻皱眉道 哼 力量在我身上 你说了可不算 千叶影侧过身去 眉角微微倾斜 你这忽然的自信 简直莫名其妙 云彻没有说话 这些年的日夜相处 他对千叶影的了解 也早已深至各方各面 他的残忍 恶毒 曾让他恨至骨髓 发誓 定要以最残忍的手段 将他杀死 但 黑暗玄洲上 那色索乌声中的眼泪 每一滴都落在了 他灵魂最深处 那处 他本以为已经死去的地方 看清一个人 真的太难太难 曾经他以为 绝对不会害自己的夏清月 曾经他以为 自己会一生敬重的咒须子 曾经他以为 自己会恨及终生的千叶影 他们在生命中的形象 都已天翻地覆 其实 千叶影忽然开口 我反倒觉得 你并不用太提防持乌咬 当然 这只是一种微妙的直觉 毫无依据 你也不可能接受 在和持乌咬合作的同时 我们必须发展 只属于自己的力量了 云彻低声道 谋中寒芒绽放 如何发展 千叶影道 在北神域 我们不要说根基 连熟知的人都没有多少 你会看到的 云彻低低地说道 千叶影心中讶异 但没有细问 朱唇清明 好 我拭目以待 去太古玄州吧 现在就去 云彻道 上一次炼化 用了半年 这一次 以你如今的修为 应该可以缩短到一个月之内 刚好 也可以借此平复心境 千叶影别过脸去 我心境好得很 云彻 太古玄州献出 千叶影的手掌 按在玄州之上 却没有马上进入 而是背对着云彻 忽然用很轻的声音道 你那天说的将来 是真的吗 云彻淡淡地笑了一笑 闭目道 我只是忽然觉得 像你这么完美的玩物 不多享受上一些年 就早早地死了 也似乎太可惜了些 没有回声怒撑 千叶影的唇瓣 很轻地动了动 身影在一抹淡淡的 红光中消失 进入了太古玄州的世界 安静的空间 结界依然没有解除 云彻没有起身 而是忽然低唤一声 和铃 云彻的呼唤之下 木铃少女的倩影 陷于她的身前 引动着美眸看向她 主人有何吩咐 云彻道 接下来 我会前往研磨界 做一件重要的事 之后 有件事需要拜托你 主人请讲 拜托两个字 让和铃稍微有些发慌 云彻抬幕 看着和铃那双 绝美的翠绿眼眸 缓缓道 和我双修 和铃一正 随之美眸睁大 身体慌乱地倒退小步 唇间失声 主人 你说 说什么 这个世上 再没有比木铃 更纯净的生灵 和铃虽魂中迎恨 且对这股恨意的执着 绝不下于云彻 但她的本质本心 依旧是 木铃王族唯一的后裔 对于和铃的反应 云彻丝毫不意外 她认真的道 我需要你的木铃气息 来更深一步地领悟 虚无法则 我 我的气息 虚无 法则 和铃又猛又慌 云彻微微点头 依旧看着她的眼睛 木铃一族是生命创世神 梨所创造的第一个种族 你们的身上 有着最原始的生命之力 而你是 最后一个王族木铃 应该可以帮助我 逐渐接触到更深层次的虚无 而若是能再进一步 云彻抬手 掌心间 赫然是那块从焚月界夺来的焚月魔源载体 焚月魔穷玉 上面 两团雾气在暗淡的黑光中浮动 那是正在逐渐回归 先前属于最强十月者焚道藏 与焚月神帝焚道君的力量 云彻的心念与渴望 通过他们生命的连接 清晰传到了和灵的心魂之中 他咬了咬唇 琴手垂下 碧绿的长发 掩起他粉霞弥漫的脸颊 用很轻的声音道 我听主人的话 云彻道 你若不愿 我不会逼迫你的 和灵轻轻摇头 从我成为天独独灵的那一天开始 我的生命 便只有两种意义 一为复仇 一为主人 只要是主人希望的事 我都愿意 他的唇瓣紧紧地咬着 缠在一起的手指 几乎要把裙带搅碎 他紧张 忐忑 但实则 唯一没有的 便是抵触 毕竟 他在身体上 虽只是一张单纯的白纸 但他这些年的耳濡目染 就太多太多了 云彻点头 然后放轻声音道 和灵 在我们重返东神域后 不仅你的仇恨一定会爆 你族人的命运 也一定会改变 再不需要隐藏在 避世的角落中 嗯 和灵轻轻地答应 美眸抬起 但依旧带着窃窃 主人 你 你为什么会忽然想要 想要 因为 石武咬这个人 远比我想的 要可怕太多 云彻皱眉 声音放低 脑中 交织着往返焚越界的那些画面 他很可能 事先知晓 牵引身上有了胎息 啊 和灵一声轻盈 以牵引的性情 本绝不会容许这种事发生 但自从入了结魂界 他开始出现各种异状 他刻意没有自控 而让自己有了胎息 也定是受持无咬影响 云彻的眉头越收越紧 在焚越界 也是他 让牵引去和焚道君交手 若这一切都还可算作是巧合和异响 那么 最后魂天剑的事实出现 云彻的双手缓慢收紧 眉宇间凝着一抹阴暗的煞气 主人的意思是 这一切 都是魔后刻意的算计 和灵纯扮微章 可是 他怎么会知道 主人能够杀死那个焚越神帝 不 他不可能知道 云彻缓缓说道 他此举 是为引我的愤怒去对付焚越界 从而既可以暴露和废掉我的底牌 亦可重创焚越 以他的立场而言 一举数得 他应该猜不到 我能杀了焚道君 但会相信我急怒之下 祭出最大的磅身底牌 定能重创焚越 魂天剑会在那个时候出现 便是来坐收余力的 这个女人的心机 手段 尤其对人心的把控 让云彻都深感不寒而栗 他现在越来越相信 石无瑶隐藏于黑雾之中的那双眼睛 能够轻易动穿人的灵魂 千叶影的变化 很可能是受他无形干涉 而自己的一系列举动 竟也完全在他规划之中 如此可怕的人 若为盟友 自然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助力 但同时 对这样的人而言 在互相利用之后 不可能容许自己这样的威胁存在 不仅是他 世间神地 竟皆如此 所以 他的准备 也必须提早了 会不会 会不会魂天剑的出动 只是因为怕主人在焚月界出什么意外 何灵弱弱地道 呵 云车淡笑一声 作为结魂界的主旋剑 烧动便会惊动整个北域 若无故驶入焚月 等同于全面宣战 魔女之力 虽在黑暗涌结下 全面压过了十月者 但伤敌一千币自损八百 一旦恶战拉开 纵然获胜 也必伤根基 还会全面惊动 炎魔界 若是就此过来横插一脚 更是不可收拾 若非基于足够的算计和把握 他根本不可能 出动魂天剑 为了我 云车冷冷一笑 身为一界之王 当以王之立场 界之利益为先 何况他魔后 怎可能会为了我这么一个将来必成他心中大患的合作者 在那样的时机下 出动主旋剑 他的声音停顿 笑意忽然缓缓沉下 目光变得朦胧 口中轻语 有一个界王 他的确会为了我如此 但他已经 云车猛一晃头 再不敢让自己的意识 去碰触那些画面 那个身影 继续道 而且 魂天剑会在那个时候出现 唯有的可能 便是早在我重返焚月之前 他便已下令出动 我之后要做什么 完全在他的意料 或者说规划之内 云车的话 听得何灵心弦不断地收紧 食物咬在他心中的形象 也顿时蒙上了一层恐怖的色彩 他偷偷看了眉宇重臣的云车一眼 道 那 那主人什么时候要 要 他咬紧唇半 后面的话 怎么都无法说出口 从炎魔回来之后 云车站起身来 手臂一挥 重新换了一身外衣 现在便去炎魔界 这次 我不会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 本章完 第1674章 炎魔地狱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解解解除 云车踏出殿堂 一眼看到正迎面走来的迟无咬 看到云车 持武咬的脚步微致 眼眸也轻微地动了一下 随之便清楚 感知到了云车气息上的巨大变化 他唇半一鸣 微笑出声 不但痊愈 修为居然也有了如此大的突破 不愧是截天魔地的继承者 果然任何时候都不在常理之中 恭喜云公子突破 持武咬身边的魔女 缠衣汉手道 云车也笑了一笑 道 与魔后唾手拿下浩大焚月相较 我这点突破 又算得了什么呢 持武咬缓步走来 亲谋看他 空住焚月 功劳在你 而非本后 但将他空在手中的 是你 而非我 云车道 持武咬道 你我目标相同 我所拥有的力量 你可随意驱使 魔女如此 十月者亦是如此 所以 又有何区别呢 听上去 的确没有什么区别 云车道 面无表情 十月者会如此轻易地臣服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便是你身为魔地继承人的身份 你修为尚在神军境 且还未封地 他们却对你主动以云神帝相称 这种事 北神域历史上从未有过 能让强大高傲的十月者如此 你该明白 自己身上所成的东西 在北域玄车眼中意味着什么 持武咬继续道 神之领域的力量 一见灭神帝 更摧毁众十月者 坚守一生的信念 如今消息传开 诸界震动 而震动之后 会衍生的 则是会 一种从未有过 越来越热切的希望 而希望 会将无数沉寂已久的黑暗灵魂 逐渐地 彻底地引燃 云彻 所以 这次的事 控住焚月界 并非最大的收获 这种来自魔地继承者的汉式冲击 与随之引燃的希望 才是最大的收获 本后这几日 倾注心力最多的地方 并非焚月 而是推波助澜 也包括 我即将在结婚封地的事吗 云彻道 魔女禅仪的脚步定在原地 没有紧随于池武咬身后 他隐隐感觉到 云彻与池武咬之间 和之前似乎有了微妙的不同 对 池武咬道 你身为魔地传承者的影响力 才是最大的关键 原本 单单只是名号 要铺开影响力 需颇费心思 而竟一见碧神帝 一日浮焚月 如此已无需其他手段 封地之时 你的号召力 必将胜过所有 云彻笑了一笑 眼眸斜过 不愧是魔后 一次突发的事件 你却能随手借之 铺开一条康庄大道 既已如此 没有理由不顺势而为 迟武咬道 顺势而为 云彻眼眸微眯 为了这场顺势而为 可是劳魔后 费了不少心思 迟武咬 魔女缠衣微微皱眉 她向前一步 终于忍不住开口道 云公子 你是不是误 迟武咬却呼一抬手 止住了缠衣的言语 脸上依旧微笑淡淡 本后 就算再有万倍的心思 也算不到这世上 竟有能一瞬斩杀 焚月神帝的力量 说起来 她话音忽然一转 云千颖是在练画 第二颗蛮荒世界丹吗 云彻的眉梢猛的一跳 看来的确如此 云彻的表情变化 给了她答案 不见身影 且毫无气息 果然是进入了一个 不会被外界感知的 独立空间 云彻双目凝寒 看着她缓缓道 你怎么知道 有第二颗蛮荒世界丹 简单得很 迟武咬悠然而语 你们取了蛮荒神髓后 逃往了太初神境 归来后 云千颖的修为 出现了不服常理的增长 最大的可能 便是服用了蛮荒世界丹 而那个时候 你与她之间不清不楚 如此珍贵的蛮荒世界丹 你怎可能只用于她的身上 想来是以天独珠 那极致的熔炼之力 熔成了不止一颗蛮荒世界丹 一颗给了云千颖 剩下的 则留给自己 在足够的时机服用 大概 是在成就神主之后 云彻 而现在 你失了底牌 不安感会自然而生 所以 你会急于在最短时间内 拔高自己的力量 以免在本后面前落于被动 说到实力的快速提升 这世间又有什么 能比得上蛮荒世界丹呢 再加上 持无咬的眼眸 似乎轻眨了一下 将最后的蛮荒世界丹 也用在她身上 现在感觉 是不是也没有那么不舍得了 云车的眉峰逐渐冷凌 太容易猜中男人心思的女人 是会惹人厌的 持无咬淡淡而笑 现在是不是准备去研磨界 A-T锦号人民币百分号 云车脸上毫无反应 焚道君刚死 如今是你愚微正盛 炎帝最为惊慌忐忑之时 现在直接去找她 的确是再好不过的时机 所以 她站到云车身侧 丝毫不介意她身上泛动的寒气 你准备自己去 还是本后陪你去 云车密了密谋 道 魔后既要把空刚刚拿下的焚月 又要推波助澜 这点小事 岂敢劳烦 持无咬像是 完全没听出她话中的讽意 摇头道 事关严魔 又岂是小事呢 且这其中的风险有多大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不过 你的云谦影不在 本后的劝阻你也不可能会听 倒也无必要多费唇舌 持无咬手指轻轻一点 一抹灵魂碎片凝结 飞向了云车 这是研磨界的所在 以及有关炎帝 研磨 永岸古海的一些信息 在你归来之前 本后除了管控焚月和你的影响力 还会筹备好你的封地仪式 可别死在那里 让本后白忙一场 云车没有回应半个字 她深深看了黑雾之下的持无咬一眼 直接迈步 飞升而起 转眼已是远去 缠衣愕然地看着云车消失在视线之中 所去的方向 也的确是研磨界方位所在 她急急向前 道 主人 她真的 就这么去了研磨界 她有自己的打算 持无咬道 可是 可是那是研磨界 禅一既是不解 又是担心 主人说过 她杀死焚道君的那个力量 已经不可能再现 她一个人入研磨界 实在太危险了 她有自己的打算 持无咬重复了一遍这句话 希望她能成功吧 就算不能成功 她应该 她一定也有办法全身而退 持无咬很平静地道 她逃逸和隐秘的能力 足以应付可能的危险 可是 她一个人 究竟能做什么 禅一又问 北域三王界 综合实力上 公认已研磨最强 而在研磨的老巢之下 那处潜于北域核心的涌岸古海 还引着三个强大无匹的岩祖 单单这三个岩祖的存在 便足以让研磨界 成为北神域最不可撼动的黑暗之地 禅一 持无咬擎手微台 看向云彻所去的方向 道 焚月的事 是个大意外 而研磨那边 你不用太过担心 虽然她的修为上帝 但身负黑暗永结 在北神域 在当时 她是真正的 也是唯一的黑暗君王 研磨会是第一个 完完整整感受这一点的人 魔女禅一张了张纯 不过 你的担心 也并非多余 持无咬缓缓闭谋 传音化警 让她即刻前往研磨 隐于地狱之中 若有变故 第一时间回报 是 禅一领命 迅速而去 等等 禅一才刚一转身 便被持无咬喊住 黑暮之下 一道若隐若现的妖饶曲线 呈现着有些剧烈的起伏 她悠悠一叹 道 不用传音化警了 这段时日 本后将不在界中 焚月那边 让结星结灵不可懈怠 是 禅一领命 谋光半事复杂 半事茫然 北玉三王界 皆位于北神玉中心区域 相离很近 以云彻的速度 几个时辰便可到达 和结魂界一样 阎魔界的版图很小 而其所在的位置 是北神玉的正核心 阎魔界的核心力量 为炎帝麾下的十阎魔 以及三十六阎鬼 不过现在只剩三十五鬼 因为最强的阎鬼王 被云彻给一剑毙了 若不是入了结魂界 云彻和千叶盈 此刻 必定正在遭受 阎魔界的全面追杀 云彻没有借助玄州 只身一人穿过着 层层黑暗星玉 他以迫切的姿态 让千叶影去练化 第二颗蛮荒世界丹 还有一个原因 便是为了如现在这般 独自前往阎魔界 否则 哪怕将他劝住 也很可能会悄悄跟来 越是临近阎魔界 本就细薄的光线 便会愈加暗淡 四个时辰后 云彻的身影 终于踏入阎魔星玉 这里的黑暗气息 要明显比结魂界浓郁一分 单此一点 阎魔界的黑暗选者 在修炼的先天条件上 便要优于其他两王界 气息引下 速度也缓了下来 云彻无声无息地 穿梭于阎魔界 掠过一片又一片黑暗之地 前方的气息 在这时忽然出现细微的变化 云彻从空中落下 缓步走向前方 这里无比之安静 无比之压抑 不见人影 不闻生意 若有人踏入 一股深重的恐惧感 会在心间快速滋生 每向前一步 这种恐惧便会陡增几分 云彻微微眯起眼睛 他感觉到 前方的世界 似乎笼罩在一层 无形的烟雾之中 宁目看去 灵觉所至 脚边的每一分土地 都正升腾着 屡屡灰暗的烟气 前方 是阎魔界的中心王城 北域无人不知的阎魔地狱 阎魔地狱的正下方 便是永岸古海 踏 踏 踏 云彻那不重的脚步声 在灰暗的死寂中 格外的清晰 随着他的持续踏前 一个阴冷晦涩的声音 遥遥传来 擅闯地狱 死 擦 刺耳裂魂的争鸣声中 一道黑暗凝结的漆黑长枪 破空而至 带着浓重无比的黑暗死气 本章完 第1675章 阎魔之地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在阎魔地狱 哪怕是最外围的守门者 也都有着相当可怕的实力 迎面飞来的黑暗之枪 所斜的赫然是神王之力 尖锐的破空声 恐怖如恶鬼的嘶叫 很显然 阎魔地狱 相比于其他王界中心 更为森严和禁忌 临近结魂和焚悦的王城 会首先被气势压迫和警告 而靠近这炎魔地狱 却是直接下死守取命 云车的脚步停滞 黑暗枪影在瞳孔中快速放大 然后直中他的眉心 嗡 没有穿体而过 甚至没有黑暗肆虐吞噬的声音 黑暗之枪 在刺中云车眉心的刹那 直接崩散 化作一片飘飞的黑暗灰尘 空气忽然凝结 黑暗中的人影 猝然窒息 而这时 云车缓缓伸手 五指虚空一抓 一声惊恐的惨叫声中响起 一个人影以极快的速度 从黑暗中挣扎着飞出 然后重重撞在了云车的手上 被他牢牢吸在掌中 这是一个身材干枯瘦小的中年人 身上的黑枯印记 证明着他在整个北神域都堪称高贵的身份 但落于云车掌中的他 脸上却为有恐惧 身上的黑暗玄气 像是被禁锢入了无形的牢笼之中 一丝一毫都无法运转 云车手掌一翻 手被重击在了他的胸口 咔嚓一声 那人全身骨头连同五脏六腑尽碎 整个人软倒在地 再无声音 云车脚步继续踏前 一脚踩在了他的右脚上 脚步所致 这个强大神王的颓骨 竟如朽木般碎裂 随着云车脚步的脉果 整个人已是碎成了百石段 却不见一丝血迹 空气变得凝重 那些重压在云车身上的气息 出现了短暂的筋乱 但随之又变得更加森冷 这里是炎魔地狱 世上还从不存在 能威胁到这里的东西 哼 已经很多年 没有人像这样来送死了 胆敢杀炎魔地狱的人 无论你是谁 今日都将化为 古海中最卑贱的枯骨 低沉的声音中 空气骤然冷下 数百道冰寒的杀气 集中于云车之身 云车看着前方 视线中模糊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头骨 这是上古之魔的头骨 树里之巨 那大张的恶魔之口 便是这炎魔地狱的正门 他的脚步停滞 看着前方淡淡道 告诉炎帝 云车来访 云车二字一出 本是僵冷的空气 簇然一僵 所有锁定云车的气息 都出现了刹那定格 这几天 因云车二字 北神域可谓是被震荡的天翻地覆 焚月神帝死 据说是被云车一箭斩灭 当时的力量所引发的空间震荡 整个炎魔界都感知得清清楚楚 这些都还可以说只是传闻 但浩大焚月 在一招之间落入了魔后掌中 这却是触目可见的可怕事实 云车身负魔地之力 云车杀焚月神帝 用的是真神之力 存活的十月者 全部被吓破了胆 连钉点反抗都不敢 云车将在结魂封地 一个又一个的传闻 如惊天霹雳般震荡在北神域的每一个角落 而同为王界 炎魔得到消息的时间 无疑最早 所看到的东西 也无疑最多 焚月神帝的确是死了 结魂界的确是兵不血刃地拿下了焚月界 而这几日 炎帝毫无动静 但可想而知 他的心中绝对不可能平静 而现在 这个亲手诛杀焚月神帝 正在北神域掀起滔天骇浪 更让炎魔处在一种微妙气氛中的云彻 居然出现在了炎魔界的中心之地 而且似乎是孤身一人 一段长的让人窒息的沉默后 一个声音才仓皇的响起 快 快传音大统领 炎天骁 北域三帝之炎帝 亦是世人眼中公认的 北域第一神帝 炎之一姓 本非其族姓 但自先祖的炎魔传承 占据永岸古海后 便更为炎姓 并就此成为炎之太祖 因占据永岸古海 炎魔地狱中年沐于来自上古摩谷的黑暗阴气中 因而在黑暗旋律的修炼上 有着胜过所有心域的优势 这也是炎魔界 始终是北域第一王界的最大原因 身为这一代的炎帝 炎天骁的实力高不可测 而他这一生最为得意的 除了自己的实力与地位 还有他的一双儿女 炎魔太子炎杰 以及第八十七女炎武 冷静的炎魔大殿 一个奇长的身影缓步走入 他一身黑衣 皮肤灰白 半跪余地 孩儿拜见父王 炎天骁已经历了数个时辰 自始至终一动未动 身后的声音让他眼眸睁开 但没有转身 淡淡道 如何 简短无比的两个字 却运着足以碎魂的恐怖地位 而且 这股自然释放的地位 要比平时沉重了许多 显然 对于这几日的传闻 和焚月的巨变 炎天骁并没有表面 看上去的那般平静 黑衣男子恭敬道 回父王 已经确认 四日前的空间震动 波及了近三成的心欲 焚月界 亦在那短短数息之间 崩开裂痕无数 此人 正是炎魔太子炎杰 另一身份 则是十炎魔之一 魔号杰魔 综合实力 在十炎魔中排位第四 万年前 他在继承炎魔之力后不久 便被封为炎魔太子 毫无争议地成为炎帝的继位者 但之后 他的太子之位 却受到了越来越重的威胁 这也让他这些年 在北神域格外活跃 在各方领域 竭力证明着自己 焚道君和焚道藏死后 剩余的十一十月者 的确无一人反抗 而且最先臣服者 竟是焚道启 他 炎天霄 眉头微微一沉 焚道启 他是焚月的帝师 是焚道君最敬重 亦是他炎天霄极为忌惮的人 焚道启被世人称作焚月的智囊 他极善权衡 任何事 都会全力追求利益最大化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他集中于焚月 这样一个人 却在魔后面前 第一个选择臣服 当时所发生之事 当真摧魂 到了这般程度 短短数日 焚月的各处核心 已尽数落于 结魂界的掌控中 而能如此快速顺利 一个重要原因 便是焚道启 他不但第一个臣服 而且在全力促成焚月 与结魂的同化 简直像是 在一招之间 将对焚月的忠诚 完全转为了 对结魂的忠诚 不过 最大的可能 应该是 他被魔后给结魂了 不 阎天骁却是道 焚道启此人 是这世上 最不可能被结魂的那一类 因为他是一个理智到 本王从未能找到 任何破绽的人 他会如此 要么 是真的连一丝 薄命的价值都没有 要么 是结魂界那边 有他极其渴望的东西 眼眉沉下 他低声自语 看来 焚月那边 本王必须亲自去一趟了 这时 又一个脚步声传来 相比 炎杰 踏入时的宫颈肃然 这个脚步声 则随意了许多 而整个炎魔界 会再 也赶在炎帝面前如此的 唯有一人 炎帝第八十七女 炎武 而他 有着另一个远比帝女 更为崇高的身份 石炎魔之一 魔号叶叉 而其实力 位列 石炎魔之首 意识炎帝之下 炎魔界另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十级神主 炎武身材高挑 长发如铺 一身如暗夜般的 青甲 因稍有些紧身 勾勒着两条 分外修长的双腿 因身成炎魔宫 他的肌肤同样 蒙着一层 死气沉沉的灰白色 但由于 五官精致冷艳 却反而更添数分 妖艺的美感 父王 王兄 他立于炎杰之策 简单行礼 虽为女子 却要比炎杰 还高出足足半头 一直背对着炎杰的 炎天霄 在这时转过身来 帝威进去 面浮微笑 五儿 你来了 看来 小五一定是带来了 好消息 炎杰微笑着道 炎帝儿女众多 炎武作为 庶出的普通王女 本并不受人注目 帝位与当时 以为太子的炎杰相比 更是天壤之别 但 他却在幼年之时 便展露出 无比之高的黑暗天赋 并在十一岁时 便引发了炎魔之力的感应 继承炎魔之力后 他的修为 依旧突飞猛进 短短三千年 便超越了 身成炎魔之力 近万载的太子炎杰 之后 更是踏出了震动炎魔 震战北神域的一步 成就十级神主 若非有驰无咬 这个可怕存在死死压着他 他足以称得上 是北神域的神女 而他的存在 也毫无疑问 威胁着炎杰的太子之位 虽然 炎魔界历史上 从未有过女性炎帝 但以前 也从未出现过 炎武这般存在 老祖如何说 炎天骁问道 炎武摇了摇头 道 老祖对此事 并不关心 不关心 炎杰大为皱眉 该说的 我全都说了 炎武宁没道 但三位老祖反应冷淡 而且 似乎并不相信 尤其 他们绝不相信 这个世上会出现 足以顺杀神帝的力量 否则 他们在永岸古海中 数十万年 不可能碰触不到 那个领域 说到这里 炎武没稍微调 父王 坦白说 我也不信 除非让我亲眼所见 炎天骁沉默半赏 道 无论信或不信 焚道均死 焚月沦陷都是事实 而且就发生在一日之间 这件事 必须 炎天骁话音忽指 眉头皱沉 何事 炎武迅速问道 正门区域传讯 云彻来了 炎天骁缓缓而语 目光连闪 平生第一次 他有了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 他还震惊于焚月神帝的死 和焚月界的沦陷 还未能完全明了发生了什么 更没有开始 去查摸清云彻的底细 他竟已主动上门 什么 炎杰和炎武 脸色齐变 魔后是否与他同行 炎武问道 他是孤身一人 炎天骁眉头在沉 根据消息 焚月发生巨变前 云彻也是孤身而至 不过也好 炎天骁声音低沉 既然都已经来了 那就让本王亲眼看看 这究竟是何许人物 不 炎武缓缓抬谋 目一暗盲 让我先来会会他 而父王 不妨先为他安排一个最上好的坟墓 总不能让他白来一趟 哈哈 炎帝稍正 随之忽然大笑起来 不愧是我炎天骁的女儿 果然有本王当年的风范 炎杰也跟着笑了起来 但赋于身后的手掌 却在无声收紧 本章完 第1676章 战力得夜叉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炎武离开 即将面对传闻中将焚月神帝一箭顺杀的云彻 他却没有表露出任何的忐忑或惧意 父王 是否将他们召来地殿 炎杰恭敬道 不 若是如此 岂不是显得我炎魔忌惮 炎天骁道 结儿 你却将坟墓的结界打开 炎杰一惊 道 父王 你难道真的要 当然 炎天骁目光阴寒 你难道以为 本王和武儿 方才是在说笑吗 可是 父王方才也说 坟道君之死 和坟月的沦陷都为真 云车就算没有传闻的那么玄乎 也绝对不可小觑 这次他孤身前来 必有依仗 在摸清底细之前 若是贸然如此 万一 万一 炎天骁目光一侧 道 坟道君此人急珍他的地位 一生秉承吻字 还不是被人毙了命 夺了老巢 这才没几天 云车便忽然来了这里 你以为他是来谈心喝茶的吗 何许对他客气 而且 他来得太快了 反倒让本王有些措手不及 完全摸不清他意欲何为 面对此状 须与伪移反落下城 还不如果决一显 炎帝眸中 寒芒一闪 炎杰手掌握了握 道 寒儿是怕万一 本王知道 你在担心什么 炎帝冷然道 别忘了是云车 为何会出现在北神域 他是被东神域追杀逃窜来的 那种力量若是能随意动用 他岂会沦落至此 将他诱入坟墓 他必死无疑 后患涌出 但 若他连坟墓都能活着出来 那本王其他应对之策 也根本不可能有用 原来如此 炎杰总算明了 的确 若云车当真可以再次释放 击杀坟道君的力量 若他连坟墓都能逃出 那其他应对之法 也纯属虚妄 既如此 还不如直接来个痛快 能避之 则永绝后患 不能 那就干脆认命 也不得不认命 明白便好 身为太子 却畏守畏尾 这一点上 你比我差太远了 炎天骁冷哼道 父王教训的是 炎杰马上低头 诚恳道 小五不但天赋异禀 心智亦越来越近于父王 孩儿定会多加努力 还不快去 孩儿遵命 炎杰离开 看着他快速远离的背影 炎天骁轻舒一口气 英丽的眼神 也微微缓和了几分 杰儿 为地不易 我的优势 是对你最大的考验 你若是连这点压力 都承受不住 千万不要让为父失望 炎魔地狱外 魔窟空洞的双目 忽然要起两团幽暗的黑芒 闭合的森白魔尺 缓缓打开 一个黑甲附体 神材修长婀娜 曲线进入的女子 缓步走出 冷领的双目 直刺云彻 她的后方 一众炎魔守卫 都已深深败下 攻迎夜叉大人 女子没有出声 她们头颅皆垂地 不敢抬起半分 夜叉炎武 她爆出几名 你就是云彻 炎帝之女 炎魔之首 北域之中 仅次于池乌咬的女子 云彻密谋看了她一眼 道 带我去见炎帝 早在当初 炎三更被杀的消息传回时 关于云彻的讯息 便是她的旋力修为 只有神君静 炎魔上下皆无法置信 此番炎魔巨变 她们更是不可能相信 云彻只是一个神君 但 炎武的神识一再确认 视线中的这个眼神冷静 在她的威压和目光下 毫无情绪动荡的男人 旋力竟只有神君静八级 和传闻中的 仅一个小境界之差 好 炎武也毫不废话 跟我来 碰 脚边的碎尸被云彻踢开 云彻淡淡道 有个不开眼的家伙 顺手收拾了 你不会介意吧 垂手跪地的炎魔守卫们 都是脸色俱变 这里是炎魔地狱 在此的是夜叉炎魔 还从未有人敢对夜叉炎魔如此挑衅 纵使其他王界神帝到访 也断不会如此 哼 炎武冷淡一笑 既然是不开眼的东西 死便死了 雨落 他手掌一挥 魔风卷起 那一地碎尸 顿时化作漫天烟尘 如此 你可满意 一缕魔风 却是斜着让空间出现了持续战力的威压 眼前的女子 炎魔界的二号人物 单就实力而言 或许当真不下于当年巅峰状态的千叶影 而立深北神域的云彻 在虚无法则和黑暗 涌集的双重推动下 只用了短短数年 所面所对的 便已揭示这些立于当时制高点的人物 也意味着 他距离目标 已越来越近 云彻密谋看他一眼 道 走吧 炎魔地狱黑雾缭绕 黑暗气息极为浓郁 这里毫无疑问是黑暗生灵的天堂 但若不休黑暗 如其他三神域的选者来此 纵是神道选者 亦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避命 炎魔地狱格外安静死寂 而炎无所行之处 万物都会陷入江浪 感知到他的气息 炎魔的选者 远远便会败下 直到他走出很远才会起身 不敢有丁点的失礼或不敬 夜叉 传说中的地狱恶鬼 这个有着妖艳外表 魔鬼身材 恐不实力的女人 却似乎有着极为凶利狠辣的心情 听闻云公子于焚月界 一剑斩神地 惊动四方 两人一前一后前行许久 炎武终于开口 声音淡淡 父王闻之 甚为欣赏 云公子主动造访 父王他欢迎得很 只是不知 云公子此番不请自来 所为何事 云公子出身东神域 或许不知 在我北神域 不打招呼这种事 可是让人反感的大忌 若非云公子是贵客 怕是早已被丢了出去 炎武这番话 试探中带着挑衅 炎武说完许久 却是没有得到一个字的回应 他目光测过 却发现云彻面孔 眼神都冷漠如前 幽暗的双目看着前方 未向他偏去半分 对他的话 全然无视 似乎在告诉他 他不配让他回应 炎帝之女 炎魔之手 十级神主 不配 炎武目光转回 并无目意 也不再说话 但眸中却闪过一抹冷光 论极高傲 他不会输于当时任何一人 到了 长久而压抑的沉默后 炎武驻足于又一具巨大魔窟之前 他没有转身 背对着云彻道 过了此门 便是永按魔宫 父王所在的地点 便在其中 请吧 口中说着 他却是先行一步 跨入宫门 云彻踏步 刚刚靠近 魔尺之上忽然黑芒射出 形成了一道黑暗屏障 屏障上所释放的黑暗气息 强横到让人绝望 前方是永按魔宫 炎帝与炎魔所居之地 其屏障之强大 可想而知 纵然是后期神主 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冲破 哦 炎武转眸 仿佛这才想起来什么 似笑非笑道 差点忘了 永按魔宫 唯有修炎魔宫者 可入 否则会被屏障所阻 不过 以云公子连焚月神地 都可一件诛杀的能力 这区区屏障 想必根本用不着 我来为你打开 上青的眼眉 唇角的弧度 皆是毫不掩饰的挑衅 以及淡淡的缝义 又或者 是对他先前无视的报复 毕竟 还从来没有人 敢轻视 他夜叉眼魔 但 云彻的脸上 却没有出现 他预想中的怒意或阴沉 就连眼波和眉梢 都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动荡 他向前一步 手掌抬起 随意伸出一根手指 向前轻描淡写的一戳 破 一声轻响 云彻的手指 直接捅入黑暗避障之中 贯穿而过 如穿符指 那一刹那 阎武的双瞳 像是被独次猛然扎入 一瞬间收缩至 针眼般大小 最强炎魔 十级神主 这个世上 连能让他有轻微动容的东西 都太少太少 却在此刻 清晰感觉到了 自己心脏和灵魂的同时进卵 咔 一阵无比刺耳 近乎痛苦的嘶鸣声响起 以云彻的手指为中心 黑暗屏障辐射出无数道裂痕 然后轰然崩裂 哄 这是由强大炎魔合力所住的屏障 所运的力量 庞大到足以毁天灭地 崩裂之时 周围空间在暴走的黑暗窝流中 疯狂塌陷 黑暗蚕食空间的声音 持续了足足数息 才终于散尽 持续许久的黑暗风暴中 云彻变体一尘不染 连发烧都未有丝毫地扬起 在炎武完全僵住的神情中 云彻的手指 轻描淡写地收回 脸上露出一抹忌惮的讽笑 这就是你们炎魔的守护屏障 用来防跳蚤的吗 若是以普通旋律所住的同强度屏障 云彻除非动用虚无冰岩 否则断无可能轻易破开 但黑暗屏障 在他面前就是个笑话 炎武脸上的僵色 迅速被他抹去 眼神未变 嘴角露出一抹很淡的笑 所以我说 这个屏障 根本不可能阻得住你 他看上去无精无澜 但说话时 唇角那撑起淡笑的弧线 有着轻微的颤动 这个屏障的强度有多可怕 没有人比身为炎魔之手的炎武 更为清楚 不要说他 哪怕是他的父亲颜天骁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破开 而云彻 竟只是用手指轻轻一戳 而且他的手指 他的全身 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玄气波动 炎武心中的警惕 冰寒 傲灵 被方才一幕全部惊到溃散 位于这一生 从未有过的震惊骇然 一指破永按魔宫的守护屏障 这根本是不该存在的力量 加上他一件诛砂焚月神帝的传闻 难道他 真的身负真神领域的力量 而且似乎还能随意释放 面对完全超出认知和接受领域的东西 哪怕他这个炎魔帝女 兼第一炎魔 内心都在无法保持平静和傲然 云彻从他的身边直接走过 直接走向正前方那个 释放着弥天地危的庞大宫殿 炎帝炎天骁便在其中 来到地殿之前 前方横着十一个漆黑魔窟 左六右五 象征着炎魔界的十一种炎魔之力 在云彻靠近之时 本是安静的魔窟 忽然全部如苏醒了一般 释放出十一股浓郁的黑芒 并发出阵阵阴森恐怖的哭嚎声 这是先祖留下的炎窟大阵 身后 炎武淡淡说道 若无炎魔牵引 妄图善入地殿者 必遭 他话音未落 便见云彻已直接抬步 踏入魔窟大阵 哇 魔窟之音震天响起 十一个魔窟 全部黑芒暴闪 涌动的黑暗旋律 就如沸腾的漆黑岩浆一般 十一魔窟的力量 是由炎帝和石岩魔 亲自定期注入 其微其事可想而知 纵使神帝贸然踏入 一旦爆发 也定会受创 找死 炎武心中刚闪过两个字 双眸便促然放大 面对十一个猙獰嘶叫 炎魔之力即将同时轰出的魔窟 云彻双臂伸出 双掌淡淡地向两侧一推 本章完 第1677章 虚虚实实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煞时 魔窟所释放的魔光 全部停止了沸腾 就连猙獰 就连猙獰的哭嚎之声 也完全消失 炎武黑魔瞪大 即将出口的言语 死死卡在了喉咙之中 而更可怕的一幕 紧随出现 云彻伸出的双手 向着十一个魔窟 很是随意的遗掠 顿时 十一道黑暗魔光 完全停止了肆虐 变得格外暗淡 他们并未消失 而是缩回了魔窟之中 依旧在闪耀 但却格外的安静 格外的平和 炎武身为最强炎魔 一生见识过 无数的黑暗玄宫 其黑暗天赋 以及对黑暗玄力的驾驭 已是登峰造极 当时堪比者寥寥无几 却是第一次 看到如此温顺的黑暗玄力 不 应该说 他是第一次知道 黑暗玄力 居然可以如此温顺 十一道平静闪耀的魔光 照耀在云车的身上 却不带一丝一毫的暴力 或压迫 不可思议的平和之中 隐隐还带着一分沉浮 乃至恐惧 而魔窟中的力量 可是来自炎帝和石炎魔 灯笼不错 云车夸赞一句 脚步抬起 直腹地垫 炎武 在原地定了好一会儿 才目光一颤 迅速一步跟上 经过炎窟大阵时 他身形一缓 忽然伸手 掌心朝向那个注入着自己炎魔之力的魔窟 但随之 他的脸色变猛的一变 因为掌心所向的魔窟 里面 由自己半月前 才刚刚注入的力量 竟毫无反应 他转眸 在看向云车的背影时 眸光已是不由自主的剧烈晃动 内心如有无数暴风肆虐 一片惊乱 传说 是真的 真神领域的力量 世上 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 这样的人 北神域 真的要彻底翻覆了吗 身影一晃 云车已经立于地殿之前 大步踏入 这里是炎魔地狱 北神域第一王界炎魔界的核心之地 炎帝在前 炎魔在侧 炎鬼镇守 强者无数 他却是孤身而至 只身踏入 这般场面 怕是炎魔界 都从未有过 毕竟 哪怕一界神帝 到访其他王界的核心之地 也必带一众强者傍身 这并非云车人生第一次 一人面对一个王界 当年 他为了茉莉 一人强闯新神界 那一次 他抱了必死之心 而这一次全然不同 他感觉不到 哪怕一丁点的忐忑害怕 就连炎帝那磅礴的黑暗气息 出现在他灵觉中时 他的内心也没有丝毫的波澜 庞大的地殿空旷死寂 炎天霄之外 另有一个身影 已完成任务归来的炎魔太子炎杰 云车踏入之时 炎杰的目光 便定定地落在他的身上 炎天霄缓缓转身 北域第一神帝的帝威 无声释放 对方的脚步 依旧缓慢均匀 目光忧寒无波 身上那对他而言 只配称之孱弱的神君气息 在他的帝威下 却如万古死坛 毫无动荡 炎天霄微微皱眉 他终于见到了这个传说中的东欲之人 却和他预想中的全然不同 嘴角一动 他淡淡出声 你就是云车 杀我炎鬼王 却还敢一个人入我永岸魔宫 着实让本王不得不赞赏你的 话未说完 他的眉角忽然一跳 他看到了云车身后 快步跟来的炎武 炎武黑暗天赋极高 年仅十一岁 便得炎魔之力地承认 与之平齐的 自然是傲气 尤其成就十级神主 震动整个北神域后 世上便再无几个有资格 让他平视之人 哪怕是面对自己的兄长 身为炎魔太子的炎杰 他亦是俯视之 无论视线还是气场 而以他的脾性和傲气 引云车来到地殿 身位居然到了云车的后方 而让炎帝心中矩震的 是炎武的眼神 他的眸光 竟然在轻微地动荡 眼眸深处 还分明扶着一抹 无法眼下的 金句 这个世上 最了解炎武的 毫无疑问是他炎天霄 但他却是平生第一次 从炎武的身上 看到这样的神情 得破裂 即将出口的胆子 生生换成了破裂 那饱寒微冷的面孔 一瞬间 颤开和煦的笑意 就连沉重的神地威力 都变得格外平和 哈哈 他大笑一声 本是奥利的身躯 大步向前 主动迎上 云兄弟早在 东神域扬名之时 本王便有所耳闻 后闻云兄弟到来北域 还身成 截天魔帝之仪 本王更是迫切想要一件 今日总算是如愿 炎杰一时瞠目 就在树西前 炎帝还告诫他 无论传言真假 都断不可因忌惮 而在云彻面前 施了炎魔威仪 面对刚刚踏入的云彻 炎帝微凌然 但才转瞬 却是忽然变脸 轻身相迎 甚至以兄弟相称 炎杰心下惊疑 随之 也忽然注意到了 炎武的眼神 心中猛的一礼 面对炎天霄那 无比热情清静 彼之焚道君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姿态 云彻淡淡一笑 宝 既然知道炎魔鬼王炎三 更是死在我手上 炎帝不应该先问罪吗 炎帝非但毫无怒意 反而开怀大笑 似是见到云彻 当真是激动不已 我炎魔界不容任何人欺辱 但意是非分明 当初在黄天剑 是炎三更不识云兄弟 冒犯在先 云兄弟出手成剑 合情合理 我炎魔界若是就此问罪 岂不是舍了我北域 第一王界的气量 云彻 何况 云兄弟身成 截天魔帝之力 你的存在 无疑是截天魔帝 对我北神域的莫大恩赐 炎三更能语于云兄弟手下 倒也不算枉了此生 炎天削一脸正色 看不出任何虚假之态 而他在说话之时 亦在向炎武灵魂传音 五儿 怎么回事 虚于 他收到了来自炎武的灵魂传音 父王圣明 千万不可与他再次起冲突 这个人 太过可怕 来自灵魂的传音 清楚带着原字魂底的轻微颤抖 若是炎杰如此 他还不会尽心 但 去接引云彻 归来时满心惊惧的人是炎武 到底怎么回事 他沉声追问 他杀坟盗君 让坟月不诈臣服的那些传闻 很可能并无夸大 云彻他 只用一指 就破了永岸屏障 随手一挥 炎枯大阵的力量 便全部沉寂 毫无反应 什么 这一声惊莹 炎天骁尽事 直接吼出声来 嗯 云彻瞟他一眼 炎帝这是怎么了 不 没什么 炎帝迅速回神 微笑着道 方才幼子传音 炎他练功不慎受创 本王 因心切而失声 让云兄弟见笑了 一侧的炎杰 被炎天骁那声叫喊 狠狠吓了一大跳 他定定地看着父王 心中震撼莫名 身为太子 从未见炎帝如此失态 甚至 不敢相信 他竟会有如此失态的时候 原来如此 云彻眼睛半眯 声音无力散漫 炎帝身为王界之地 却对幼子关切至此 让人动容 既如此 炎帝还不赶紧去观照一二 若是因此出了什么插子夭折了 我可担待不起 呵呵 不必了 小事而已 炎帝笑颜未变 心魂震动间 都没注意到 云彻画中的嘲讽之意 魂间 正想动着炎武的灵魂传音 父王 一切都是孩儿亲眼所见 亲身所感 绝无虚假 截天魔帝的传承 很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想 必须想尽一切办法 将他引入坟墓 能杀他的 唯有不死不灭的三位老祖 否则 我炎魔当真有可能不焚悦的后尘 炎天霄的手指缓慢收拢 面色再怎么平静 也无法完全眼下瞳孔深处的剧烈动荡 一指破涌暗结界 一掌灭炎枯大阵 这根本不是认识中的力量 可以做到的事 若非这是炎武亲口所言 他都不可能相信 可 不知云兄弟此来 是为何事 炎帝笑容满面 手臂伸出 示意云彻入座 云彻却是动也不动 道 从结魂界 到此路途遥远 若无大事 我又岂会浪费时间跑来一趟 之身面对北域第一神帝 乃至整个炎魔界 他却表现得极为冷淡 傲慢 和无礼 但越是如此 引发的却不是对方的愤怒与杀意 而是越来越深重的忌惮 先前炎帝暗序已久的各种试探和灵压 现在却是一个都不敢动用 就连态度 都和善到了 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那是自然 云彻的话 让他心中微紧 但脸色不变 问道 请云兄弟明示 若能对魔帝大人的继承者有所帮助 我炎魔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在旁的炎杰 一直规规矩矩 不动不言 因为此时的炎天霄 和善到了让他陌生 甚至有些害怕 而炎武 亦是一言不发 眼神不断动荡 对云彻而言 只是以黑暗永结之力 随手为之的事 在他那里 却是不斥于天地崩塌般的冲击 既然炎帝如此痛快 那我也不客气了 云彻不急不缓地道 我要入你们炎魔的永暗古海一关 这句话一出 炎天霄 炎武 炎杰的眸光 同时跳动了一下 炎天霄心中正快速盘算着 如何将云彻引进入之必死的坟墓 他办法 还没想出来 云彻居然自己主动提出 这 炎天霄面露南色 道 云兄弟与魔后相熟 应该知晓 永暗古海 唯有炎魔中人可入 数十万年 从未有破茧 而且我炎魔三位老祖 常年居于其中 本王怕事 这是截天魔地之意 云彻冷冷出声 本章完 第1678章 古海深渊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截天魔地 炎天霄的反应颇大 似是为魔地二字所设 云彻道 截天魔地离开前层言 北神域中心有一地聚集着浓郁的黑暗阴气 或是阴堆彻无数上古魔谷所致 为当时最是修黑暗旋力之地 如此 炎帝可明白 云彻之意 分明是要借永岸古海为修炼之地 搬出的 还是截天魔地的名号 不管是真是假 他搬出截天魔地 无疑彰显 他对进入永岸古海 有着不小的渴望 毕竟 那里的确是整个混沌空间 最适合修炼黑暗旋力的地方 这 炎天霄脸上 依旧是犹豫之色 忽二 他转手问道 结而 永岸古海的结界可有封锁 炎杰立刻会议 向前郑重道 回父王 这几日 老祖并未闭关 且命孩儿每日进入修炼四个时辰 依儿结界并未闭合 炎天霄轻吐一口气 道 看来也是天意 云兄弟 既是洁天魔地之意 那么就此魄力 一无不可 只是老祖那边 或许还要看他们之意 好 云彻点头 冷江的脸上 总算多了那么一点满意的笑意 如此 多谢炎帝成全 呵呵 云兄弟不必如此客气 炎天霄笑呵呵的道 若不嫌弃 不妨先载我 不必 云彻一抬手 现在就去 炎天霄也没有多说什么 微微点头 那好 本王亲自带云兄弟前往 也方便说 与三位老祖 他向炎杰和炎武一摆手 这里没你们的事了 退下吧 当下 由炎魔之地 炎天霄亲自引领 带着云彻 直赴永岸古海的入口 他们一个表现出身影的迫切 一个表现出明显的迟 但实则 他们两人都在期待靠近永岸古海一刻 炎帝的性情 和焚越神帝大不相同 他做事极为霸道果决 从不具任何人 任何事 甚至可以 不具任何后果 因为他所统领 被一的炎魔界 是根本无可撼动的 一直到听闻云彻到来 见到云彻前都是如此 但面对云彻时 他的霸道 乃至帝威 都被他死死一下 面对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局面 该摆什么样的气势姿态脸色 炎天霄不会不懂 但 身为北域第一帝 能让他在瞬息之间 强转如此姿态的 还真是第一次 云彻也敌的确确确 是炎魔界历史上 第一个之身踏入 却让炎帝不敢贸然表露敌意和试探的人 已死的焚道军 沦陷的焚越 魔帝的传承 被吓到浑颤的炎武 还有云彻之身一人 却丝毫无惧 反而冷淡傲慢 有恃无恐的姿态 这些串联在一起 炎帝又岂敢轻举妄动 而实则 炎天霄只要现在回首一掌 以他强大的神帝之力 云彻就算不半死 也要遭受重创 这里是永岸魔宫 强者无数 何为之下 云彻借助黑暗永结和断月浮影 虽有顿离的能力 但亦有灾落送命的可能 但 在层层铺垫之下 这个危险的可能性 已是变得很低 炎帝现在断然 没有贸然出手的胆量 更无必要 永岸屏障和炎窟大阵 给了云彻铺垫的机会 而就算没有 他也会自己创造机会 毕竟 这个世上 只有他真正了解黑暗永结 他的强大 可以在很多领域 轻易催灭世人 对于黑暗的认知 管他什么炎魔炎帝 都足以 惊到魂飞天外 永岸古海的入口 位于永岸魔宫的正中心 进入一座阴暗的大殿 一股冰冷刺骨的阴气 扑面而来 前方 数十个黑暗玄阵堆撤在一起 玄阵的中心 指向着一个漆黑无光 深不见底的深渊 灵厥释放 未被封闭的深渊之中 浓郁到惊人的黑暗阴气 如暴风一般卷动翻腾 伴随着生生似魔嚎 似鬼哭的可怕声音 这里 便是永岸古海的入口 阎天肖驻步 一脸正色 呈现着炎魔之人 对永岸古海的前程 毕竟 是永岸古海 成就了贯穿 北神域历史的炎魔界 只是他肃然的外表下 内心却已急转了 数十种念想 将云彻引致的一路 他并没有向云彻问寻些什么 不是他不想试探云彻 而是怕自己露出什么破绽 让云彻心生警觉 不再靠近永岸古海 显然 他想太多了 不愧是远古魔孩的阴气 果然非同反响 云彻牧师不知通往何处的深渊 发出似是自语的低音 那是自然 炎天肖道 否则 又怎配引得捷天魔地注意 他已将云彻带至此地 前方短短三十丈之距 便是永岸古海那大开的入口 但 炎天肖的心弦并未放松 云彻既然来此 便没理由不清楚 永岸古海中不死不灭的三岩祖 一旦被封死在永岸古海 面对不死不灭 力量还能急速恢复的三岩祖 就算有通天之能 也必死无疑 就算真的能释放 超出当世界线的力量 也会被活活耗死 这一点 云彻 还有结魂界那边 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 云彻根本不可能毫无防备 无数种意念在炎天肖脑海中快速晃过 最后被他一瞬湮灭 唯有谋中微闪而过的一抹很绝的寒光 云兄弟 炎天肖面线游移 向云彻道 关于入永岸古海一事 本王自无什么意义 只是三位老祖那边 炎帝是担心三位炎祖不让 云彻目光始终直视着永岸古海的入口 似乎懒得去在意炎天肖的言语 同谋中闪烁着并不明显的兴奋黑芒 云兄弟有所不知 炎天肖一声轻叹 颇为感慨地道 这处永岸古海 当年便是三位仙祖 哄 平和中 带着惆怅的祖 尚未飘逝 炎天肖的手掌 已重重轰在了云彻的腰泪之上 无愧是北域第一神帝 出手前没有任何的仙兆 出手之时的速度 快到了足以超过所有生灵的反应极限 而纵然是如此突然迅疾的一击 齐威依旧磅礴如天赋 那一瞬爆发的神威 让苍穹都为之剧烈震荡 破 一大片血沫喷出 云彻如陨落的流星 带着刺耳的破空之音 飞坠 向了前方的黑暗深渊 空中飘散的血沫 让炎天肖心中危恶 但动作 没有丝毫地迟滞 手掌一翻 数十个庞大悬阵同时附下 牢牢封死了永岸古海的入口 轰隆隆 数十个玄阵 在快速运转中连结 然后光芒融合 化为一体 最终 又与炎魔地狱的核心守护大阵 连结到了一起 成为了北神域 最让人绝望的封锁结界 也就此 将云彻死死地封入了这个入之必死的坟墓 爆发的炎帝之力 和玄阵闭合的声音 惊动了整个永岸魔宫 以知晓云彻到来的重炎魔 迅速涌至 他们看到的 唯有尽力在那里的炎天霄 和彻底闭合的玄阵 而不见云彻的踪影 父王 成功了 炎杰急声道 嗯 炎天霄淡淡音声 那便好 炎武重重地输了一口气 随之便注意到了 炎天霄神色的异常 皱眉问道 父王 难道出现了什么其他状态 不 炎天霄摇头 他伸手 看着掌心被他吸入的血迹 道 我们被他耍了 什么 重炎魔都是目光一震 心弦骤崩 哼 你们会错意了 炎天霄手掌一抓 转身看向炎武 武儿 你所看到的东西 应该都是 他继承自节天魔地的黑暗永结 所呈现出的特殊能力 既是从未现世的魔地之力 当然会有认知之外的东西 而他自身的实力 哼 炎天霄重哼一声 虽远超神军界限 但根本不足为惧 连本王都被他给耍了 此话 何解 炎武道 炎天霄抬起自己的手 上面沾满着来自云车的血迹 方才本王急速出手 最多只有两分力 本是想趁他措手不及肩 正开身位 然后再施以全力 兼引动所有悬阵将他强行震下永暗古海 但 就这么一掌 他不但被直接轰下 还受了不轻的伤 简直岂有此理 想到之前的满心忌惮 和竭力表现出的清静姿态 炎天霄紧钻的双手骨节 啪啪直响 那简直是他为敌以来最大的耻辱 众言魔巨是眉头大皱 炎洁道 这么说来 他之前的各种做派 全都是 哼 孤身一人 还傲慢无礼 这些 都反让我们更加忌惮 炎天霄寒声道 怪不得他来得如此之快 原来是为了借坟月沦陷的余威 杀坟道君的力量 果然不是常态之力 很可能终生也就那么一次 险些着了他 着了魔后的道 要不是 他足够果断狠绝 直接一掌将他轰下去 之后 还指不定被他牵着鼻子 走到什么程度 看着炎天霄掌中的心红血迹 炎武目光紧凝 他快速回想 先前云彻破涌暗屏障 寄言哭大阵的情形 当时画面的确惊是骇俗 惊得他浑颤不止 但此刻回想 他两次出手 都并不带明显的玄气波动 倒的确更像是一种超脱认知领域的特殊 鬼力 原来如此 炎武滴滴出声 面线愤怒 但不得不说 他的胆子 倒真是大得很 欲成大事 面对的又是我炎魔 岂能没有这点胆量 炎天霄的言语倒是不乏赞赏 如此 根本无需三位老祖出手 不过这样也好 炎天霄目中暗芒连闪 永暗谷海无处可逃 三位老祖制住他后 说不定 可以从他身上逼出黑暗涌结的秘密 若是能将他的魔地传承扒下来 那就更好了 黑暗之中 云车的身体快速下降 但许久过去 依然未出击底部 耳边阴风呼啸 越是向下 阴气便欲使浓郁狂躁 怨气 恨气 死气 杀气 卷动着无比浓郁的腐臭气息 疯狂涌来 任何人身处此境 都会相信自己 正在舵向传说中的深渊炼狱 可 嗨嗨 云车一阵轻壳 每一次都会带出少许的血沫 虽然大道浮屠觉得突破 让他的躯体 再一次脱胎晃骨 但那毕竟是神帝之力 在没有权力抵御的状态下 依旧不可能完全承受 而若是换作其他的八级神君 早已是粉身碎骨 这种程度的伤势 对平时的云车而言 很快便可恢复 而坠向涌岸古海 周围过于浓重的黑暗玄气 快速地涌向着他的全身 让他的伤势 更以远超平时数倍的速度愈合着 随着他的降下 愈合的速度依然在持续地加快着 一刻钟 两刻钟 云车没有刻意加快下坠速度 而是任由身体自由落下 足足三刻钟后 随着一声众响 他的双脚重重地踏在了深渊之底 这里并非是一片绝对的黑暗 一眼望去 无数的魔骨释放着阴灰的灵光 这些微弱的光明 并没有驱散恐怖 反而更加压抑和森然 这些魔骨形状各异 有的单单头骨 便大致千丈 还颇为完整 有的 已化作残破的黑暗碎块 而这里的黑暗阴气 已浓郁到几乎实质 让云车感觉到 自己似乎置身于翻腾的水流之中 根本无需他的宁心引导 黑暗气息 便如风暴一般 黄涌向他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那被颜天霄 强大的神帝之力 所轰出的伤势 在落地后短短三息 便已完整痊愈 大 嘿 嘿嘿 叠叠叠叠 魔骨翻动的声音 阴森扭曲的宁孝 在这个近视枯骨的灰暗世界 显得无比可怖 云车的目光缓缓转过 面对着宁孝传来的方向 他的脸上显露的不是恐惧 而是一抹 充斥着残忍的冷笑 本章完 第1679章 研磨三组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叠叠 叠叠叠叠叠 终于又有新鲜的食物上门了 这是人类的语言 却不会有人相信 它是由人类发出的声音 因为这个声音沙哑的 像是劣质金属在摩擦 因此呢 像是恶鬼 一边撕咬 一边发出的恐怖低音 是一个八级神骏 莫非 就是严谦那崽子说的云彻吗 这是另一个声音 同样沙哑晦色 入耳惊魂 嘿嘿嘿 看来是没错了 不过这么快就被丢了下来 叠嘿嘿 真是让劳鬼我大失所望 第三个声音 像是由牙齿摩擦所发出 刺耳难听到了 足以让心脏都跟着字音抽搐 而远比这三个声音更恐怖的 是三股如沧海般浩瀚 如万月般沉重的黑暗威压 这只是三股自然释放 而未完全爆发的黑暗灵压 但足够让云车判断出 这三道气息之强横 几乎都不在方才出手的 颜天骁之下 不 其中两人 甚至颇为明显的在其之上 而颜天骁 可是北神域公认的第一神殿 池无咬及云车的灵魂讯息中 亦清楚地提到单论旋力修为 他要逊色于颜天骁 而这里却出现了两个 要超越颜天骁的气息 另一个也与之几乎平齐 这个足以使得北神域 站立许久的惊世发现 让云车短暂惊讶之余 眼中折射的却不是忌惮 而是如爆燃火焰一般的兴奋 到底是深成原始魔血 在这里 竟赢远古黑暗阴气 几十万年的老怪物 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不 应该说是惊险 因种族限制 人类哪怕达到最极限 也不可能与龙族之地龙白相较 但这三颜族 其中气息最强的两人 绝对不会弱于东玉第一神帝千叶梵天 和南神玉第一神帝南万生 最弱的那一个 也不会下于骤天神帝骤须子 这是何其庞大的力量 但可惜 他们拥有如此强大力量 如此漫长生命的代价 却是只能自困于此地 永恒不见天日 在云彻眼里 他们别说与神帝相较 过得 简直连只普通的牲畜都不如 擦 擦擦 魔骨被踩他的声音缓慢地靠近 云彻的目光穿破黑暗 幽黑的铜眸中 映出三只恶鬼的身影 没错 就是恶鬼 这三个黑影同样的矮小 同样的骨瘦如柴 裸露的肌肤 呈现着老实一般的灰白 包裹着灵蚯兽骨 四只比貂残的树枝还要干枯 根本看不到任何属于人的特征 若他们躺在地上不动 任谁都不会怀疑 这是三具风化已久的干尸 但他们那迈动的枯腿 还有闪烁着地狱幽光的眼眸 却又偏偏证明着他们 居然是活着的鬼 言万痴 言万魂 言万鬼 云彻唇角半脸 滴滴地念着 这言魔三族的名字 北神域初期 便是这言魔三族 寻到了上古言魔流下的魔血和言魔宫 占据永岸古海 创立了雄霸整个北神域历史的言魔界 如此功绩 当要万事 他们活到了今日 却变成了这般人不忍鬼不鬼的模样 何其的可悲可怜可笑 三具尸鬼的脚步停止了 他们的眼神变了 那太过可怕的黑暗威压 亦出现了轻微的动荡 因为他们已太久太久 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 云彻缓缓抬手 掌心朝向三人 一团黑芒栩栩栩闪耀 云彻 你们三个老鬼 给我把这个两个字 牢牢地刻进你们的灵魂之中 因为 这是你们未来主子的名字 低沉的言语 如不可违逆的天道审判 但落入三言族的耳中 却无疑是太过长久的黑暗与枯燥中 那让他们灵魂疯狂抖动的笑料 三个恶鬼重叠在一起的笑声 难听刺耳道了 仿佛有无数尖利的刀刃 在刮刺着耳末 他们肆意地大笑 疯狂地大笑 这样的笑料 对他们而言 简直就像是天赐的甘露 让他们全身干瘪的毛孔 都舒爽地全部张开 爹 这里有三个疯癫的 老鬼 居然又进来一个 比我们还要疯癫的小鬼 爹哈哈 云彻 这个名字 的确就是崽子们说的那个人 洁天魔帝 黑暗永洁 一见沙坟月神帝 叠叠叠叠叠 果然都只是疯癫之语 那么 这个疯小子的命气 归谁呢 不过 气息最强的阎祖手掌伸出 干枯的五指随意绕洞间 浩大空间顿时卷起 阵阵黑暗窝流 他盯着云彻 深陷的漆黑老木 瞇起两道恐怖的缝隙 在小鬼区区神军镜 在我们三个老鬼面前 却还能站立 似乎有些门道 别嘿嘿 一个疯癫的小鬼 又哪还知道 怕字 中间的鬼影缓步踏前 每走一步 周围都会带起如骇浪般的黑暗波纹 小鬼 我们三个老鬼 活了八十九万年 还从来没有人敢在我们面前 说出如此可笑的妄言 叠叠叠叠 我都有点不舍得马上吸干你了 他的宁笑 已不能用丑陋或丑恶来形容 任何人看去一眼 足够他数年噩梦缠身 这个说话的恶鬼 正是这三阎祖的老大 亦是三人中最强的阎万赤 八十九万年 云彻也笑了起来 相比于阎祖的宁笑 他的笑意 却满是深深的嘲讽和怜悯 哪怕是三条被打断腿的柴狗 也能光明正大的活于天日之下 你们三个连柴狗都不如的老东西 居然窝在这里 活了八十多万年 多么的悲哀可怜 你们竟还引以为傲 呵呵呵呵 他低笑震震 缓缓摇头 嘴角的怜悯 如独刃般 刺入三阎祖的眼瞳之中 三个北神域 哦不不 是整个神界历史最大 最卑贱的笑话 三只被埋在这臭不可闻的地方 永远出不去的老臭虫 你们是哪来的老脸 在我面前狂笑 嗯 三阎祖活得极久 但也的确活得无比憋屈 甚至悲怜 但 身为阎魔的创界之祖 身为拥有极致黑暗之力的十级神主 哪怕真的活得连个臭虫都不如 又有谁曾严辱他们 谁敢严辱他们 作为创界老祖 纵使历界研磨神帝 都要对他们毕恭毕敬 不敢有半点势力 身负极道旋利 本不可能被区区几句 言语激怒 但 窝在这里数十万年 再强横的精神 也断无可能保持完全正常 三阎祖的灵魂 早已无比地扭曲狂躁 而云车的言语 这无数年来最大的嘲讽 直辞他们最痛楚的羞辱 无疑足以将三阎祖扭曲的精神 刺激到彻底失控疯癫 三阎祖身体在哆嗦 眼中释放着可怕的黑芒 口中更是发出着声声 完全不属于人类的怪叫 该死的小鬼 言万赤五指抓闹 口中嘶叫 看来 你是不想死得太痛快 哼 云车的笑意更为嘲讽 区区两句话 就能把你们激怒成 这般难看的模样 看来把你们比作臭虫 都是抬举你们了 爹 右侧的老鬼 言祖老二言万魂 已是在无法忍耐 身体骤然扑出 我要亲手撕了它 瘦小勾楼的身体 扑出时的气势 却磅礴如风云变幻 山崩海赴 言祖所成的始祖魔血 所修的言魔宫 让他们的生命和悬脉 都与这庞大的永岸古海 建立了奇异的连结 这一是他们不死不灭的根源 力量爆发之时 整个永岸古海都在震动 伴随着犹如无数冤魂恶鬼 发出的哭嚎之音 面对扑出的言万魂 云彻站立不动 身上骤然爆开血色的旋气 炎黄开启 邪神的黑暗种子 魔帝的黑暗涌结 他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动作或意念指引 周围浓郁无比的黑暗玄气 每一个瞬间都在无比狂暴地涌向他的体内 在这里 他的炎黄毫无疑问 可以无限维持 哪怕再疯狂的消耗 也断然比不上 这更为疯狂的恢复速度 忽然爆开的血气风暴 让三岩祖都为之一惊 炎万魂的身形 出现了刹那的停滞 而云彻已是主动扑向 一拳直轰他的头颅 砰 炎万魂明明先于出手 但措手不及之下 却是被云彻一击而中 那远超预料的力量 让他身体厚仰 但马上一声愤怒嘶叫 前方空间在黑暗的爆发中 猛烈塌险 炎祖之力 何其恐怖 云彻闷哼一声 被一瞬击伤 拉着一道血剑倒翻而去 而炎万魂 已是撕破空间 如鬼影一般 再次扑向云彻 五指狂暴地挥下 死了 空间被一瞬撕开三道 长达万丈的巨大黑痕 那恐怖的画面 仿佛整个世界 被生生撕成了四段 破 云彻身上血雾炸开 三道深深的沟壑 印在了他的身上 碰 云彻重重砸落在地 但却没有如三眼祖所想的那般 碎成四段 而是在落地之后的第一个瞬间 便翻身而起 死 炎万魂定在空中 放大的老沐似乎不敢相信自己 所看到的画面 但马上 他身灰的瞳孔 又一下子放大了数十倍 云彻站起 身上三道血沟 全部深可见骨 其中一道 更是从他的左眉 一直延伸到右肋 尝尽半丈 这是来自炎祖的撕裂之力 但他非但没有被撕断 反而依旧在冷笑 又在冷笑中缓缓伸手 在脸部的血迹上轻轻一抹 黑暗在呼啸 像有无数的风暴席卷在云彻的周围 诡异的风暴之中 他身上可怕的血沟 正在快速地愈合 再愈合 一息 两息 原本触目惊心的血沟 已是化为几道血色的浅痕 三息 就连最后的血痕 也消失不见 无论内伤 外伤 完完全全地恢复如初 连一丝一抹微小的痕迹 都无法找到 本章完 第1680章 黑暗主宰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这小鬼 怎么回事 言万鬼一声道 言万魂定在空中 五指上的黑暗悬光 一阵混乱的摇摆 呼得 他似有所察觉 沉声道 这小鬼 他和我们一样 能吸收这里的阴气 吸收 这两个字 让云彻脸上露出深深的轻面 就凭你们三只老鬼 也配 与我相提并问 你们依靠这里的黑暗公养而苟活 同时被他们劫持此地 永生不得见天日 而我 是他们的主宰 懂吗 面对这狂破天的言语 三言祖 却没有再次狂笑 身处永暗谷海 只要谷海阴气未绝 他们就永远不死 消耗的黑暗旋律会快速恢复 受到创伤也会快速痊愈 但 他们刚才都看得清清楚楚 云彻在阎万魂的攻击之下 外伤颇重 且气息崩乱 但三西 仅仅三西 便全部恢复 这般速度 比之已窝在这里无数年的他们 还要快出了不知多少倍 还有他明明只有神军进八级的旋律 却爆发出神主静后期的威压 以及 他被阎万魂的魔爪正面击中 都没有被撕碎的身体 阎魔三族 哪怕灵魂再扭曲 也不至于意识不到 眼前的小鬼 绝对是一个超出认知领域的怪胎 竹崽 蝶 这世上居然有这么狂妄的小鬼 不止狂妄 而且邪门 阎万痴目光连闪 难不成 崽子们 说他身负魔帝传承的事 是真的 若是真的 不是更好吗 最初的震惊之后 他们的眼中忽然黑光大盛 就连被云彻激起的愤怒 都被完全掩下 随之而生的兴奋 如火焰一般愈燃愈烈 他们同时想到了一个可能 若那当真是魔帝传承 若可以将之剥夺 会不会有可能 就此脱离这处黑暗炼狱而存活 蝶蝶 蝶哈哈哈哈 三岩祖或许早已意识不到 他们的笑声有多么的难听刺耳 笑声之中 黑雾慢动 阎万鬼忽然出手 随着他手臂的挥舞 七个不同的黑暗悬阵快速形成 从不同的方向照向云彻 这七个悬阵 皆为压制和封锁悬阵 因为现在 他们已根本不舍地杀了云彻 岩祖之力锁住的悬阵 说是这世上最强横的黑暗悬阵 一步为过 七重交叠 神帝众之 也别想轻易摆脱 但云彻却是动也不动 三岩祖看来 这是云彻在他们三人的威压之下 动弹不得 而当第一个黑暗悬阵 碰触到云彻的刹那 都会带起无比可怕的黑暗风暴 七重黑暗风暴 足以轻易催灭一个小行星剑 但立于风暴中心 云彻却是嘴角半脸 全身纹丝不动 就连他的外衣 他的发烧 都没有被扬起半分 更别说 受到哪怕一丝的损伤 三岩祖脸上再现金融 他 不惧黑暗 而震惊之后 所衍生的 无疑是更为强烈 让他们全身鲜血 都疯狂沸腾的兴奋 阎万鬼手指顿便 一声怪叫 原地跃起 如扑石恶狗 灰白的五指闪耀黑芒 直抓云彻的喉咙 若在平时 这样的力量都不需要静体 便可对云彻 造成极大的压迫 但在这涌岸古海 他却是丁点的压迫感 都感觉不到 迎着阎万鬼的鬼爪 他手臂挥出 以掌为剑 一招融合允月陈星 和天狼展的陨落天狼 直轰前方 阎祖速度何其之快 一瞬便已逼近云彻 但在这时 他忽然发现 随着他与云彻越来越近 他找上所凝聚的黑暗之力 竟在快速减弱 像是被无形虚空 生生吞噬了一般 轰隆 两股力量毫无花俏的正面相撞 庞大的涌岸古海 都似乎为之震荡 云彻脸色一白 身形暴退 但实战之后 便已牢牢站定 然后低笑着抹去嘴角 一抹细细的血丝 阎万鬼没有马上追击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力量会忽然衰弱 更不敢相信 自己的力量 竟只把一个八级神军 勘勘击退 而他的五指剧痛无比 甚至还有些轻微的麻木 好邪门的小子 阎万鬼低音一声 拿下他 将他皮肉一点点剥开 看看他身上 到底藏了什么东西 低音声中 阎万鬼再次扑下 干柴般的五指 在一瞬间 化作一只百丈鬼手 斜着比方才更加恐怖的魔威 抓向云彻 魔爪之下 暴风呼气 云彻不退反进 双手齐出 以灭天绝地 再一次正面轰上 一声巨响 古海崩裂 这一次 阎万鬼的身形 直接定在了半空 和云彻形成了短暂的僵持 依旧是旋力忽然消失衰弱 而和云彻力量碰撞之时 力量被诡异吞噬的状况 依旧在持续 不过 这种僵持只持续了短暂了一瞬 阎万魂的鬼爪 也已袭来 无比轻易地撕破云彻的力量 重轰在他的胸口 云彻的胸口 瞬间破开 五个漆黑的血洞 身体狠狠地横飞出去 尚未落地 阎万痴的鬼爪 已出现在眼前 在瞳孔中骤然收拢 死死地锁在了他的喉咙上 砰 云彻的后背 重重砸在了一个巨大的魔窟上 那锁死喉咙的鬼爪 一扎入魔窟 牵着云彻的脖梗 将他钉死在了魔窟上 阎万魂和阎万鬼 那宛若狮鬼的干枯身影 也从黑暗中闪现 一只魔爪抓在了他的右肩 另一只深深抓入他的心口 三眼祖的实力太过可怕 随便一个 都是货真价实的神地级别 云彻哪怕身负黑暗永结 也断无可能 与其中任何一个抗衡 三个旗上 他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爹嘿嘿嘿嘿 阎祖的笑声静在耳迹 像沙纸摩擦着心脏 阎万痴那张形似 骷髅头骨的面孔 缓缓靠近云彻 深陷的老木中 闪动着兴奋和暴虐的黑光 是先扒了你的皮 还是先抽了你的玄脉呢 哦 居然还笑得出来 铁哈哈哈哈 云彻的确在笑 笑意之中 他的双瞳 忽然燃起两团赤金色的火光 三股炎祖之力 完全足以将他的行动和力量 死死压制 但 这里是永岸古海 这里所有无主的黑暗气息 都是他可以任意掌控的力量 赤金火光 映在炎万痴的老木之中 让他微移皱眉 而随之 他的视线便已被金芒完全地充斥 哄 火光炸裂 金芒耀天 永岸古海历史上 第一次燃起庞大火海 第一次铺开要满百里的光明 哒 淒厉的惨叫声中 三岩祖全部燃火飞出 他们所落之处 依旧是狂暴燃烧的金色火海 这是只用一瞬便爆开的黄泉灰 黄泉灰灵消耗极大 每次释放后 还会出现相当长时间厚力难赴的旋力亏空状态 但黑暗之中 金色火海爆开后的第一个瞬间 他的旋力便已完全恢复 根本感觉不到亏空状态的出现 云彻脚步踏前 身上凤凰岩燃起 炼玉红莲紧随黄泉灰灵 在金色火海中又燃起一个赤色火海 黑暗最具光明 其次便是火焰 凤凰岩与金屋岩对于黑暗的克制 虽没有朱雀岩那般彻底 但亦足以让这三岩祖痛不欲生 鬼哭般的哀吼声中 三岩祖的力量混乱释放 无比强大的力量 只用短短两息便压灭了金屋 凤凰两重火海 但这短短两息 对他们造成的 却是数十万年都未曾有过的痛苦摧残 他们狼狈回身 看到的云彻依旧立于原地 嘴角依旧是低沉的冷笑 而这一次 他们的狂躁 暴虐 亦被彻底的引燃 同中释放的 是急欲 将他千刀万剐的残忍凶光 云彻毫不在意 他们被激起的愤怒 反而悠悠淡淡的道 很好 非常好 你们果然 没有让我失望 不白费 我专程跑来这里一趟 云彻的夸赞 对他们而言 无疑是再度加剧他们愤怒的嘲讽 言万吃双手哆嗦 牙齿打颤 发出的笑声 仿佛带着来自地狱的阴风 嘿 蝶嘿嘿嘿 该死的小鬼 你马上 就会知道 这世上最痛苦的死法 云彻缓缓眯谋 低声道 你马上 就会知道 对主子无礼的下场 死 愤怒和杀意 几乎要冲破 他的躯体 言万吃爆吼一声 直扑云彻 力量疯狂爆发间 身上净印出一个清晰 如实质的骷髅模影 言万魂和言万鬼也同时出手 他们都要亲手撕了云彻 用最残忍的手法 让他在最极致的痛苦中 一点点碎成黑暗残渣 面对三眼祖暴怒之下的同时出手 云彻缓缓抬头 这一次 他的眼瞳之中 要其两团无比幽暗深邃 仿佛足以吞噬 世间所有光明的黑芒 手臂伸出 截天魔地剑陷于手中 向前方轻轻一挥 轰隆隆隆 天地崩塌般的声音 百万里之巨的涌暗古海 轰然震动 无尽的黑暗疯狂卷来 化作足以复视的黑暗飓风 卷向三眼祖 这股黑暗飓风之庞大 之恐怖 让三眼祖全部骇然失色 他们冠绝当时的力量 在黑暗飓风下 被快速压附 直至失灭殆尽 三人如三捆 被丢出的稻草 飘飞而去 远远地滚落在地 三眼祖缓慢地起身 他们身上的愤怒和暴躁消失了 看向云彻的眼瞳在色缩 在站立 云彻刚才那轻描淡写的一剑 居然引动了 这永暗古海至少百里的黑暗阴气 怎么回事 他做了什么 言万鬼嘶哑失声 难道是 难道真的是 传说中的几道魔宫 黑暗 永 结 言万痴用站立的声音 喊出了那个 他们之前不曾相信 也根本不该存世的名字 在三眼祖今万的视线中 云彻缓步向前 截天魔地剑脱地 发出着震魂的剑影 你们 不过是三只黑暗的奴隶 而我 是这世上唯一的黑暗主宰 懂了吗 我现在 赏给你们一个机会 马上下跪臣服 我可仁慈地免去 你们的无理之罪 云彻嘴角的弧线 缓缓由嘲讽化为残忍 这是唯一的机会 错过了 你们可要吃不少苦的 呵 爹呵呵呵 三眼祖思笑不止 不知是因为愤怒 还是刚才一幕所带来的惊剧 但让他们下跪臣服 让他们这三个炎魔界的创建老祖 北神域历史的至高存在 下跪臣服 那是何等的笑话 小鬼 言万痴地音道 这个世上 没有人配让我们下跪 敢藐视我们的人 你马上就会知道是怎样的下场 声音未落 他的身影忽然消失 如鬼魅一般 现身于云彻的身后 这一幕 已脱离了速度的范畴 而是以炎魔宫 连接永岸古海的阴气 所实现的黑暗瞬移 一种几乎没有先兆的恐怖顺身 顺身于云彻身后的言万痴身上 骤现骷髅之影 凝聚极限之力的五指 如地狱阴沟 直穿云彻的后心 但他的手指还未碰触到云彻 便忽然发出一声无比痛苦 比刚才被火海灼烧 还要凄厉无数倍的惨叫 云彻的身上 闪耀起一团无比纯净 无比浓郁的白芒 那是来自光明旋律的 圣白玄光 本章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